五 四 三 二 一 火箭的市场是庞大的 五家火箭公司 加尔卫星发生 好 必成本 跟全球最优秀的对手去白手吧 一样讲完推行机 会具备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 为什么呢 因为它推行机成本很利益 一方面它非常易于发动机的复用 构建一个更智能的世界 要建设一个物联网 就是万物互联 那么基于这样一个需求 实际上卫星互联网工程 或者说低轨的大型的互联网星座的建设 就是一个必须需要的基础设施 那么这就需要我们有一款便宜 好用 这个价格便宜量又足的这样一款火箭 经过我们连续两次成功的飞行 其实已经验证了它是成熟可靠的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 让它得到市场的进一步的认可 比较遗憾的是我们火箭的第十法 因为外一些产品的质量控制问题 导致了失利 没有让我们实现实战实胜 实权实美的这个撞击 其实给我们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心理冲击 我们迅速地成立了工作 走第一时间去火箭的残骸现场 去分析整个实力的原因 同时我们结合摇测数据 以及产品的质量复查 连续工作48个小时 快速地定位了故障原因 我们还是想实现古神星一号的 快速的高密度的发射能力 未来我们计划把时间缩短到 三天到五天之内 可以说我们多发火箭 同时进场 甚至多点开花 甚至可以做到一天一发的一个任务进度 大运力呢 代表了我们这个更多的这个就是低成本 我们这个1.5吨的运载能力情况下 如果以20公斤为主的这种卫星呢 那我们可能可能能载40多颗 甚至将近50颗 我们目标是在2024年 完成我们这个零件二号火箭的工程研制的转断 然后让它在2025年 顺利开展相关的飞行实验 可通过使用技术方面呢 我们也在进行相关的关键技术的突破 因为太空旅游其实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可通过使用技术 来实现一个原本的回收 最大实现可以实现这34个回收方式 来大大进行的老百姓接近太空的这么一个成本 现在全世界的太空旅游正在兴起 当然这个需要一个过程 这个特别是将来中国的空旅游战也会有三年化的民营的空旅游战 这个不是遥远的将来 我估计在十年以后就可能出现 从我们的发射任务到我们的研制任务到我们这个可通过回收的这种演示研证任务都取得完满了 非常表满的一年 2023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我们用了60天的时间 在九旋以及海上两个发射点 完成了五次的高密度发射 这在民营航天里面是手去抑制的 瞄准的这样一个未来这样一个可重复使用的这样一个时代 那么这就是会掀开整个蓝舰舰天的2.0的时代 所以说孤立的强大 航天会走向千家万户 这个卫星互联网的建议 那么大家都可以直接通过卫星 直接连到大家的手机 在这个沙漠 在这个喜马拉雅山 通过手机 直接可以参与全世界 现在呢 2023年成为一个展示点 就是真实的国家队 很多民营公司 共同努力 来建设这个卫星互联网 那么在明年 互联网 共同努力 像大师 幸互联网 有那么多我 都不决定 当然 可 有这么个人